其实当初坚持要娶撒哈拉沙漠的人是我 而不是河西 后来长期留了下来 又是为了河西 不是为了我 我的半生漂流过很多国家 高度文明的社会 我住过 看头也成够了 我的感动不是文有 我的生活方式 多多少少也受到他们的影响 但是我始终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 将我的心也留下来给我居住的城市 不记得在那一年以前 我无意间翻到了一本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 那期书里 它正好在介绍撒哈拉沙漠 我只看了一遍 我不能解释的 属于前世回忆式的乡愁 就莫名其妙 毫无保留地交给了那片陌生的大地 等我再回到西班牙来定居时 因为撒哈拉沙漠还有一片28万平方公里的地方 是西国的属地 我怀念可想往它奔去的欲望 就又一度在苦痛着我 这种情怀在我认识的人里面 几乎被他们视为一个笑话 我常常说 不要去烧漠走一趟 却没有人当我是在说真的 也有比较了解我的朋友 他们又将我的向往烧漠 解释成看破红尘 自我放逐 一去不犯也 这些都不是很正确的看法 好在 别人如何分析我 跟我本身是一点关系也没有 等我给自己排好时间 预备去沙漠住一年时 除了我的父亲鼓励我之外 另外只有一个朋友 他不消化我 也不阻止我 更不拖累我 他默默地收拾了行李 先去沙漠的林矿公司找到了事 安定下来 等我单独去非洲时好照顾我 他知道我是一个一意孤行的倔强女子 我不会改变计划的 在这个人为了爱情去沙漠里受苦时 我心里已经决定 要跟他天涯海角一辈子流浪下去了 那个人就是我现在的丈夫和希 这都是两年以前的旧事了 帮友们